其实在疫情的这段期间 真的我也经历了很多的改变 从一刚开始疫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把店里头的所有的消毒的SOP 全部通常都做得非常的完善 包含了就是店员口罩 那是一定要的必备的 然后还有消毒所有的桌面椅子 任何可以触碰到的地方 然后到店员全面的要戴手套 就是不是内厂的 是连外厂的店员都要戴手套 然后还有就是让大家保持通风 这些东西都做足了 但是随着疫情又在变化 变得比较严峻的时候 其实到了应该算是清明节吧 大家不是有一波出游的热潮吗 然后大家就担心这些很多景点的人很多 所以那个周末礼拜天结束后 我当晚我就在很晚很晚11点的时候 我就突然有一个感动 就是我决定要把室内的用餐取消 因为其实在这之前 我有曾经抽掉过一张桌子 让两张桌子的这个安全距离 可以达到1.5公尺 但是后来又过了清明节之后 我真的就是有一个感动 我要把室内的用餐取消 因为我们在里头服务的店员们 像是小炳啊 Stacy啊或者是景俊 他们都是在教会里头很重要的区长 小组长 那我也为了要也是保护他们的身体健康 还有当然来用餐的客人 我也不希望他们在这里头 会有一些不方便 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决定 就取消室内用餐 那其实一刚开始的时候 总公司当然会有说 哦这样子可能会减少一些营业额 可能又会到达两层哦 那我觉得这跟我所care的相比较起来 我倒没有那么在意那个部分 可是没想到我真的这样下去做之后 我得到了客人的回应都是很好的 而且他们是很赞赏我们 为了台湾百姓的健康 所以愿意牺牲自己的营业额来去 跟着政府一起防疫 然后甚至超前部署这样子 然后呢也接到了蛮多大笔的订单 都是一些公司行号 他们既然没有办法室内用餐 他们就干脆公司里头就揪团 然后大家一起来订餐 所以我们的营业额丝毫没有受影响 甚至于有的时候大单来的时候 是可以突破我们以前的营业额 所以我觉得上帝是一个很棒的神 因为他纪念我们所做的一切 当我们的动机纯正 我们也为了别人着想 不要担顾自己的事 顾别人的事的时候 我觉得上帝都会保守看顾我们的需要 他不会让你就是大富大贵 或是一戏之间怎么样 但是他就是默默的守候 然后让你不知缺乏 我觉得就是一个生活吧 不要把信神当作是一种 好像每天都要经历 这个很厉害的事情 No 其实上帝就是让你在生活中 感受到他跟你一起生活 对 就是这样子 很感恩 很感恩 也期盼台湾的疫情能够赶快过去 大家都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 然后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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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